哈喽大家好,这边是松鼠科技,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手机分享的方法,蚂蚁加速器,在之前的内容已经介绍过这个蚂蚁加速器这个电脑版的,然后整体来说这款软件使用不错,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 手机版,下面咱们就介绍一下这个软件的一个优缺点,优点呢就是速度快稳定,使用也比较简单,缺点呢就是免费版呢有这个流量的限制,然后需要这个推荐人获取这个免费的一个这个VIP或者是这个VIP的一个时长,然后这边是他有一个这个规定,一会儿咱们看,就是要获取这个允有免费的也是比较容易的,然后下面是咱们送出科技网期内容的一个清单, 然后我把这个清单给整理出来,主要是就是有很多朋友就是在这个留言说是这个方法或者这个呃这个这个软件就是不能使用了,然后咱们这个频道呢,主要就是介绍一些这个科技上网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整理出来就是大家如果这个方法不能使用的话了, 因为我个人经历有限,有可能就是维护的不到位,就是大家可以自行尝试,根据这个清单尝试这个其他的一个方法,下面咱们就看一下这个清单 看这边,这边是这个分类,第一个就是咱们电脑端的科学上网,第二个就是手机端的一个科学上网,第三个就是上网办公公公记的一些几个技巧,第四个是朋友做的一个这个复费课程的一个推荐,然后咱们看第一个,然后接触了目前也就是有16个这个手机,就是电脑端科学上网的方法, 然后这边就是这边备注了一下它的一个稳定性,就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备注稳定的一般它就都是这个正版的,也就是说不是破解版的,它就是官方提供的有这个免费的私用网后免费的一个节点,特点就是比较稳定,但是网速有可能是一般,另外一种就是破解版的,这种破解版的一般网速比较快,因为是破解版的,所以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会不能使用, 所以这个就需要大家自行这个把握一下,然后这边是这个手机端科学上网,这边稳定性是一样的,然后这边是这几个,加今天分享的这个卖一家数据,这边分享了有五个,或许还会陆续添加,然后这一块是上网办公公及娱乐的一些这个技巧,也就是这个第一个是免费看这个VIP视频的,下载YouTube的, YouTube视频的,这个是微软网盘的,就大家对这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也是免费观看这个内飞的,这是一些导航的一些网站,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付费课程这一块,如果大家对国内的一些就是付费的课程付费的平台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账号, 它的这个课程内容比较丰富,价格也不是很贵,大家可以就是加一下,下面我们就进入这个今天的这个内容, 然后这边是一个安装版吗,以加速器的一个下载的一个电节地址,然后这有一个这个解压的一个密码,我会放到视频内,另外说一下这个解压的密码,因为用的是承通网盘,承通网盘是国籍版, 然后国内版呢,它需要这个就是审核一分享这个关于VPN的这个微信号,然后这边就使用了国籍版,但国籍版的必须就是它的一个强度规定,就必须设置这个解压密码,就是你押收的时候,押上传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这个密码,没有密码的话,嗯,就是上传不上,没办法分享,所以大家就是体谅一下,然后大家就是下载之后,然后视频, 这个密码放到这个视频内,大家自己观看这个视频,下面就是我这边就直接投影到我的这个手机,这是我的一个手机的一个页面,然后大家通过这个链接下载之后就是解压,转移到这个手机上,下面我们就进行一下这个安装,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关于,然后这边一个安装包,大家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有个蚂蚁做个火箭,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安装包,最新的一个安装包,咱们双击点击一下,点击过之后,这个还是这个,其实未经营卓益市场,这个介绍线和安全性点,请进行安装,在大家会担心,这个就是,你只要B4通过它这个冠状推荐呢,这个频道,这个频道下载, 它都会有这个,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另外发这三个,发这三个,这个,对号可以关一下,因为它这边,如果不关的话,它会,又安装三个软件,然后点击安装, 好,这边已经安装完成,咱们点击一下,这个完成,然后咱们退出,咱们先刷新一下,这个YouTube,咱们重新打开,然后咱们打开这一下YouTube的一个频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是刷新不出来的, 比如说,我的这个手机是没有连接,这个,微频和其他的一个,就是没有在分享的环境,咱们退出一下,然后咱们打开咱们的一个, 玛业加速器,大家看一下,这个玛业加速器,点开,好,这边它有一个公告,就是它这个91短视频,相信如果有老司机,就是肯定听说过,大家如果对这方面的视频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 就是下载一下,然后我这边就不错推荐,直接点击知道,然后这个画面也需要处理一下,好,咱们点击进入这个玛业加速器,然后这是一个提示,就是苹果端iOS的已经这个上架,然后咱们点击一个,迟到了,下面就是这个登录的一个地址,然后我这边已经是这个永久免费版的了,然后整体来说页面就是这样,咱们看一下它的一个, 线路,大家看一下这个节点还是很多的,而且有很多这个速度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看一下底下这个,您是无线用户,以下线路免费使用,请尽量选择在线人数少个线路,这个就是分享一人,获得这个三天的无线,获得私人即可永久无线, 如果eOS掉线,请先检查这个流量,是不是用完,这里就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邀请链接放到,就是在这个,我的视频下面留言,给我,就做留言,我可以帮大家自定, 因为我这边有两个当号,已经全部就是,是这个,永久免费的一个,这个,会员了,所以大家可以这样操作,然后这边有几个,这个回国线路,然后这边有,比如说你不是会员,这边还有这个公共免费区,它这边有一个提示,就是公共区来自互联网, 不保证,大家自己就是尝试一下,因为真正来说,这个线路是很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估计带有五六十个,大家就自行测试一下,另外就是它这边有一个这个海外应用,大家看一下,海外应用,这三个软件和这个,这个就是刚才的一个911,大家喜欢这方面的视频,或喜欢这方面的内容的话,自己进行这个下载参数, 但是保持这个低调,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邀请链接这一块,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是永久,永久无限,然后咱们可以在这里获取免费流量,点击这里,然后获取自己的一个邀请码,我推广链接,大家可以复制这个推广链接,这边那个推广链接,放到我视频的一个下方,然后给我留言,可以帮助你们置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一个邀请记录,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227人,所以我这边,如果要是,就大家给我留言说字笔的话,这边能多出来就是20多个,免费了一个账号, 所以这个就给大家就是,这个页面就给大家介绍的这里,咱们下面就测试一下它的一个网数,然后咱们这边选的是一个美国的节点,咱们看哪一个节点人少,美国节点这个18个人,这个比较少,咱们点击,这个使用,这个加速器已经连接, 另外就是这个地方,有这个钥区的一个标识,说明现在这个外网,就是这个加速器已经在运行了,有的手机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框母,框母有一个TC的VPN,然后这也都是在运行的,如果你在浏览这个网页的时候,就是翻墙浏览网页的时候,突然发现不行,就是网页刷新不出来了,大家就看一下这边, 我们有没有这个钥区的这个VPN是不是,如果没有的话,就重新推出,打开一下咱们的这个扎实器,再重新就是连接一下,好,咱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刷新一下,我们重新打开一下, 好,这边已经打开了,它已经打开了,咱们看一下这个视频, 咱们快进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快进速度也是可以的,看一下 这个简单的看视频是没有问题的,好,咱们暂停一下,然后回到咱们那个页面,然后最后就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吧, 因为这个蚂蚁加速器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文明的,而且节点比较多,至于网速这一块,就是每次都是给大家就是强调一下, 就是关于网速这一块,一般都是白天比较快一点,然后到晚上就慢一点,其实就是你看你的这个节点,还有这个地域线, 你使用这个软件的一个服务器的一个质量情况,所以大家这个网速,网速这一块就自行把握一下, 自行这个把握一下,另外一点就是大家这个,因为它这个推荐人数, 获取这个免费的一个VIP,或者是时长,需要这个,大家可以把这个给我留言,然后我把大家的这个邀请码给自顶, 另外就是你给你自顶之后,然后你看一下,获取这个十个邀请之后,大家再给我留一下言,我把这个换成其他人,好,今天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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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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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